台军人员滞留大陆 对岸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他何时返回 有一种可能让他们非常紧张 对岸这名姓胡的台军人员滞留大陆已经三个多星期了 一直没有送返金门的消息 对岸有点坐不住 各种猜测都有 甚至有人猜测说这名台军会不会是第二个林义夫呢 央视新闻披露 国台办的例行记者会上再度有记者问及 还有一名金门获救人员暂时未被送返 何时能够结束调查程序送返呢 对此发言人表示相关情况还在了解中 有对岸相关人士希望进行探视 大陆会予以协助的 上个月18号 大陆在泉州附近海域解救了两名对岸的遇险人员 事发之后发现一人是台军的现役人员 并且他试图隐瞒自己身份 因此大陆方面只能将另一人送返 将台军人员暂时留下来进行调查 到底他是来干嘛的呢 然后呢 这个人就一直留到现在 没有任何要送返的迹象 对岸对这个事就有点慌了 因为他们完全不知道是啥情况 只能胡思乱想 我们也知道 如果一个人开始胡思乱想 十有八九就要钻牛角尖 现在对岸就有这样一种迹象 你看 他们的想法很多 很乱 但是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个想法就是说 大陆故意扣押这名台军以此要挟台当局 对214恶性撞传事件给个交代 这通常是绿营的看法 我想这个想法纯属扯淡 我们又不是台当局没一点做事的底线和节操 这种扣押人质的做法只能说太低级 也只有对岸想得出来 民进党不就似乎是在用2300万岛内民众做人质 搞乙武巨统这点图谋吗 那么还有一种观点 他就是认为 那名胡姓的台军人员很可能想做第二个林毅夫 我们都知道 当年林毅夫是抱着两颗篮球 从金门球渡下门的 这名台军人员孤身一人出现在靠近大陆的水域 这件事本就蹊跷 莫不是他真的起义了吗 很长一段时间 两岸的这种政治攻势都互有往来 不过随着局势的缓和 双方都不再鼓励这么做了 但是近几年 关于对岸投诚的消息经常出现 虽然多是子虚乌有 但对岸总有一个想法 就是大陆对岛内的情报掌握程度 可能远比外界了解的要深 对岸空军前副司令张田廷 曾在一档节目中透露 他还在台军服役的时候 有一次驾驶战机起飞 监视附近的情况 结果遇到解放军战机 并且对方就向他喊话 据他回忆说 解放军飞行员不仅准确叫出他的名字 还说有点感冒了 注意身体 这让他当场是极被发凉 因为这意味着解放军 是准确掌握了他的相关信息 除此之外 前几天大陆方面在报告打击对岸 情报机构在大陆的渗透行动时候 还开河了对方多名在岛内活动的情报人员 身份履历一应俱全 这也让岛内时一片哗然 那些特工的原名 家庭住址 教育经历都被大陆掌握得一清二楚 如果这名胡姓台军人员真是抱着起义的想法 而大陆又接纳他 那一些岛内人士担心 这可能意味着大陆的对台政策正在出现根本性改变 一旦大陆启动政治攻势 那么大有釜底抽薪的味道 要是弄得台军人心惶惶 民进党以武剧统的美梦 那破碎的更加彻底 其实对岸我觉得根本没必要胡思乱想 如果心里没鬼完全可以安心的等待消息 这个胡姓的台军人员最终是走是流 肯定会给他们个说法 对岸当下的心态恰恰说明了一件事 那就是他们心里有很大的鬼哦